贵山区近日发生了多起砸破汽车窗 窃取车内零钱、皮包、笔电、手机等财务事件 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之后 发现是沾性贯切所为 除了不断的冒用被害人身份证件 申办门号租屋、使用共享汽车作案以外 连被害人的五倍券都到零 贵山区近日发生起多起汽车被砸破车窗 然后窃取车内财务 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画面 发现是沾性贯切所为 警方表示 沾嫌不断冒用被害人身份证件申办门号 租屋、使用共享汽车 甚至还冒用被害人的健保卡到潮商登记五倍券 再利用不知情的母亲前往领取得逞 经调阅监视画面发现是沾性贯切所为 沾嫌身性狡猾 不断冒用被害人身份证件申办电话门号 租屋、使用共享汽车 以作为规避警方查契 以致被害人履召警方误认为犯险而传唤到案 不堪其扰 本分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悉詹嫌 詹嫌逃亡期间 仍不断在新北市、桃园市等地翻案数值起 其中冒用被害人健保卡至超商登记五倍券 利用不知情的母亲前往领取得逞 严重挑战公权利 龟山分局表示 金庄人员埋伏多日 17号终于在龟山区中医路二段前 弃获37岁的詹嫌 以及30岁的鸿姓共犯 并起获多名被害人的证件、笔电、五倍券等财物 全一加重窃盗、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 遗受桃园地检署侦办 同时三嫌的母亲也以伪造文书嫌疑人、韩宋法办 案经本分局专案人员切而不舍埋伏多日 终于在龟山区中医路二段前 弃获三嫌以及鸿姓共犯 并起获多名被害人的证件、笔电、五倍券等财物 全一加重窃盗、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并建请向法院申请积押 以避免再有民众受害 龟山藩局侦察队队长高英杰也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将皮包、证件、钱财等物品放在车上 避免成为嫌犯的觊觎对象 桃园有线新闻 董玉飞、龟山采访报道